在基地西北角的龙航广场 一架蓝白色涂装的歼7E 就吸引了赵云鹏的目光 在歼7的众多改进景中 以歼7E为基础改进的歼7E 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上世纪80年代 世界空战的模式 从追求高空高速 向中低空机动性转变 我国也急需研发一款新型战机 应对这一风云突变 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成飞人的奸战 这一次来成飞公园 赵云鹏不但见到了歼7E战机 还很幸运地约到了他的总设计师 陆英玉先生 他将赵云鹏讲述了当时 改进设计歼7E的故事 当时呢 对我们来说 一般心思的首先是改发动机 把发动机推力加大了 毫无率降低了总是好的 这总是好的 我们当时就想 能不能在机翼上也想办法 咱还没加 尤其是中枢的 就是不是高超运数 中离数 阻力减小了 阻力减小了 这个很有好处 好处呢 一个是提降性的 这个提降性呢 原来前期的起降性呢 着陆的时候是300多公里 那太快了 太快了 对